詞曲 李宗盛 徐宗盛 每一樣事情 有時候覺得奇怪的事情 都有答案 我看到那個魚 這樣滴下的時候 我們叫做魚滴 可是看起來像一條線 那现在怎么可能拉这么长 那我们说吃东西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 这个花 怎么会有这么多花样 它怎么样让它自己 的侄子孙孙会存在 永远充满着无穷的好奇心 是曾志朗给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我不只是好奇 我想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的那个乐趣 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 一头白发 种种有神的双眼 只要遇到跟科学有关的问题 总是会冒出许多新奇的点子 它就是曾志朗 现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是研究记忆 语言与脑神经的知名科学家 除了学术成就 他更担任过大学校长 教育部长 同时不仅是杂志的专栏作家 也是广播金钟奖的得主 每一样事情 有时候觉得奇怪的事情 都有答案 努力探寻事物背后的真相 就是这股找答案的冲劲 引领着曾志朗 一路迈向科学的领域 我们乡下长大 我从齐山 种香蕉 都王国 然后去高雄中学 读书 然后出来 去考政大 那政大 去考的时候也莫名其妙 因为自己本身不是那么了解 这个研考制度 所以呢 考到一个系 是我自己不了解的 叫做教育系 对不对 我以前没想到当当老师 什么都没想到 意外的科系 却开启了曾志朗 科学探索的旅程 天生好奇的个性 曾志朗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让他逐渐 对人的行为产生兴趣 对我们来讲 人性更是复杂 为什么有一些人 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有些人喜欢穿 不一样的花的花色 那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 研究所毕业后 曾志朗决定赴美进修 并且更进一步地跨越学术的专业界线 由心理学 走进脑神经 语言学 以及生物基因的研究 但是文祖出身的他 对于理工科复杂的学问 曾志朗是如何克服的呢 面对科学领域的浩瀚 求知欲旺盛的曾志朗告诉自己 不懂就学 那你脑神经呢 我们以前都不懂啊 通通都知道 你自己要去学 不过脑的构造相当的复杂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会的 老师呢插了一根一根的针 那你要去告诉我说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讲哪些神经 它有什么作用 天哪 看了那么多针 我被怕死 但是后来还是自己觉得说 人家都会 我为什么不会 用功一点就好了 我从来不晓得脑神经有几条 但是我当我去研究脑的时候 我就是必须要去 人家的课里面去旁听 我那时候已经在 Ohio State Ohio中文大学 当老师了 可是我还到他们的生物课里面 他一切生物课 去学解剖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 把自己的能力 就做自我限制 那曾志朗是比较 有一种胆识 把自己的能量 发挥到极致 曾有很无限的可能 那他自己在实现 这个无限的可能这件事 他比我们一般人大胆很多 相对来讲 我们一般人都比较保守 就是有这样无穷的活力 让曾志朗对一切事物 都充满好奇 某一天 树枝上小鸟的叫声 吸引了曾志朗的好奇 他开始寻找答案 那你会看到鸟的特性在哪里 有一些鸟是 凭着它很漂亮的羽毛 在吸引预性 有一些鸟呢 就凭着它讲话 唱歌了 都有的 那我们就会看出 为什么它会发展出这样的东西 就这样 从对鸟类叫声的研究里 曾志朗发现了语言发展 与脑神经之间的奥秘 它歌声呢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它是不停地在重复 在曾志朗的研究下 发现鸟类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 是用左脑来控制语言的表现 所以你是从这个地方 就会带出一系列的研究出来 哇 怎么会这样 借由生活中所得到的灵感 曾志朗结合语言学习 与脑神经研究的独到论点 不仅获得国际学界的肯定 也奠定了他在认知科学的权威地位 我最敬佩他的就是他的那种 这个英文叫做是 那个Tireless的Passion 就是说他对这个研究的这种热情的那种 好像永无止境的那种热忱 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想 我觉得他随时随地都在想 什么东西应该是有趣的研究的议题 在生活当中去找研究的 有趣的研究的问题 他不只是把他的视野放在 国内的研究的发展上面 而是说在认知神经科学这一类的研究里面 要如何把台湾能够带到国际 如今曾志郎不仅在大学研究所任教 持续为台湾的脑神经发展奉献心力 这段期间他不但出书 更为报纸与杂志撰写专栏 以风趣幽默充满想象力的表现方式 持续推广台湾的科学教育 不仅如此 充满好奇心的曾志郎 更是科学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原来在图画中可以发现 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生动有趣的内容 不只广受听众的欢迎 还荣获民国一百年 广播金钟最佳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你知道吗 南极的科学家 有时候做无聊 然后他们到最深层的 那些冰结冰里面 那个气穴 那个气穴里面有的是空气 那个空气是一百万年前的空气 我们就要讲说 那一百万年前的空气 跟现在的空气 到了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曾老师 我经常说的 他是个过动儿 因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所以你看到他行程排得那么满 可是我们节目制播 到现在已经六年多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一集节目 因为他的忙碌而 漏死掉了 或者是严格了 尽管行程满档 曾志郎依旧充满活力 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应该是这样说了 就是说在我们人生这么多过程里面 我们自己拥有很多能量 我相信我们台湾很多人 都拥有这些很多能量 这种性格的培养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热钱的 运用充沛的好奇心 以及努力不懈的学习 曾志郎不仅在科学的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更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完美的正确答案 我觉得说就是这样 你就让你花很多心血 自己有趣的事情就要钻进去 那你去学的时候 你是去摸索 你慢慢知道就说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精粹的 跟学习有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